佛教的主要目标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我们知道佛教在创立的过程中 他要追寻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答案 是如何解脱人生的痛苦 而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也就是要去超越产生这些痛苦的一个根源 那么这个根源本质上来说就是执着 所以超越一切执着也就能够超越一切痛苦 从而达到佛教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终极目标 但是我们对佛教在印度发展的历程 有所了解以后可以感觉到 尤其是佛祖去世以后 佛教发展的历程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佛教里面的这样一种文化因素 开始逐渐走向了 与这样一个超越执着 有时候是向背离的一个方向 比方说佛开始由人变成了神 佛经开始由追求终极境界的方法和手段 开始变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威经典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 或者说也是人们常说的 是佛与佛经不断地在神圣化 这样一种神圣化的经历过程 对佛教的传播 以及信仰者的这样一种邻居力 确实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也同时和佛教里面 所强调的这样一种终极境界的追求 有时候会有一种冲突 那就是说这里面 其实包含着很多的执着的东西 或许有些高僧是知道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信仰者 追求着这些东西 但他不知道 这些其实就是执着 恰恰是阻碍我们去达到 佛教所提出的终极境界的 这样一些因素 那么随着佛教向世界各地传播 比方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 他会根据当地不同的文化 来进行自我的进行改造 以并融入到不同的文化之中 我们知道佛教进入中国以后 有一个所谓中国化的过程 进入到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那么在这样一种本地化的过程中 佛教又会经历一系列的改造 那么这样的改造过程中 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那么从这一件开始 我们就切入到我们这门课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那么佛教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 又是如何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呢 就像上一讲我们曾经提到过 佛教被中国人接受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稍微地回顾一下 就可以感觉到 佛教里面的很多内容 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儒家文化 有着尖锐的冲突 比方说 我们举几个例子 佛教里面有这样一种仪式 是把剃度 那么如果是出家人一定要剃度 但是按照儒家的这样一种观点来看的话 发夫受制于父母 如果对他进行损伤 那是大不孝 那么在儒家独尊以后的 这样一个中国文化里面 人们对儒家的这样一种观念 可以说是接受的是根深蒂固 那么如何让中国人能够接受 对发夫进行损伤 这样一个这样一种行为呢 我们想象是觉得非常非常难 再比方说 我们知道佛教徒要求禁欲 既然要求禁欲的话 显然是不能结婚 不能生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一种传统的一句话叫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那就是说这样一种行为 在中国儒家看来是极大的不孝 可是佛教偏偏要求他的信徒们 特别让人出家的信徒们 这么去做 那么这样一种观念 这样一种行为 让中国人如何接受 再比方说 人出家以后 佛教要求出家以后 也就离俗 所谓离俗也就是跟世俗的 这样一个关系 就完全断开了 没有所谓的这样一种父母 没有所谓的这样一种君王 这在中国文化里面 同样是一个不可接受的 一种行为 我们把它叫做不忠 不孝 等等等等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类似的 这样一种文化冲突 所以这样一种外来文化 如何让中国人接受 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有时候回忆一下 似乎没有觉得他们有如此大的一种尖锐 尖锐的冲突 以至于佛教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三大传统文化之一 佛教到底是如何 在这样一种尖锐的冲突的情况下 让中国人接受 并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的呢 好 我们从这一讲开始 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佛教是怎么样传入中国的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方式和时间 在中国文献里面有很多的记载 当然有一些记载之间呢 也有一些冲突 我们这里介绍一下 现在人们认为比较可信的一些文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传入的方式 佛教传入中国 主要有两条路线 其实也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佛教向外传播的两条路线 一个是北传 一个是南传 那么北传也要沿着中亚 然后呢 传到中国的新疆 再深入到中原 这是北传的一个路线 那么南传的佛教 主要是在东南亚一带 比方说由斯里兰卡 马来半岛 越南等地 经过海陆 来到中国的这个东南沿海 比方说到广州啊 东部沿海等等 这也是佛教传入的一个路线 不过毕竟在古代海陆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走海陆 所以走陆路 更为方便一些 所以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 是陆路 也就是北传 这样一个路线 从新疆 传入到这个中原 主要是这么一个路线 那么传入的时间呢 这里有两个时间点 比较重要 一个是西汉哀地 元寿元年 一个是东汉明帝永平时点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两个时间点 关于佛教 到底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这个其实人们从这样一种 这个那个逻辑上去推的话 按道理应该很早就会传入到中国 尤其是这个汉武帝时期 张千什么 开通了这样一种丝绸之路 打通了丝绸之路以后 西域各国的文化 和中原的文化 就有一个交流 那么佛教在西域 应该说已经比在中原 要更早的接受 所以人们推测 可能那个时候就会 已经有这样一种交流 文化交流 也许比方中原的地 中原的人到西域去的话 可能已经见到佛教的 文化相关的一些东西了 而只不过现在没有 这样的文献来支撑 来论证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 找到的可信的文献 一个就是 西汉哀地元寿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年 那么这个文献出现在 这个三国之 裴松之著 他引用了一部书叫魏律 在这部书里面 他引用了一个文献 明确地讲到了 在这个公元前二年 这一年 佛教文化进入了中原 文献是这么记载的 那就是西汉哀地 元寿元年 大肉之国始成 依存 向西汉博士弟子 锦炉 口寿 福图金 就是大肉治国来的一位使者 像当时的西汉的博士弟子 也就相当于是大学生一样 太学里面的大学生 口寿 福图金 所谓福图金 就是佛金 这是可考的文献里面 最少记载 佛教文化 传入中原的一条文献 所以呢 人们认为 至少在这一年 应该说至少在这一年 佛教文化 就进入了中原 第二个时间点是东汉民帝 永平十年 关于这一 这一个连线的这个文献呢 在很多文 很多这个点击里面都有 就是说在这个永平十年 汉民帝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夜梦 金人飞过 这个金人 他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他第二天就来朝廷之上 来征询这些大臣们的意见 问这是一个什么 让他们来解释一下 这时有一位大臣就出来说 西域有这么一位神 是吧 就是浑身 金光神神的 那么那边的人们称他是佛 那皇帝一听就觉得 哎呀 这个应该这可能也是一个吉兆 然后呢 他就决定派使臣到西域 到天主 去寻找这样的信仰者 其实就是寻找佛教徒 也请他们来中原 传播这样一种思想 那么明年就派了使者 往西域去 那么在西域 这大肉汁 这个国家 使者们就找到了两位高僧 有的文献上记载是一位高僧 一位叫做加赦摩藤 一位叫做祖法南 找到他们两位高僧以后 就请他们到当时的都城洛阳来 好 这两位高僧很愿意 那么他们就随着这使臣 牵着白马 托着佛经 就来了当时的都城洛阳 当然这个记载 不同的文献里面 是有不同的记载的 有的说是摩藤一个人来 总之在公元67年 明帝从西域 请来了一位或者两位高僧 然后明帝为他们 专门修了这样一个别院 这就是寺院 因为他们是牵着白马来的 所以被称作是白马寺 所以有种说法 白马寺是中原地区 最早的一座佛寺 当然关于白马寺的 这样一个名称的来源 还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这里只是介绍了 其中的一种说法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 加社魔腾来到洛阳以后 就开始进行佛经翻译 有一种说法来 他翻译了第一部佛经 叫四十二章经 我们知道这部佛经 是比较有名的一部佛经 当然这不是一部 完整的佛经 其实是对很多佛经的 一个摘录 一共摘录了四十二章 相当于是一个语录一样 语录一样 那么从此以后 不停地有西域地区 或者天竺地区 印度地区的这样一个高僧 来到中原 开始翻译佛经 传播佛教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可以说明这样一个结论 至少在公元前二年 佛教文化 已经进入中原了 而在公元六十七年这一年 至少我们可以说 佛教进入中原了 而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区别呢 因为公元前二年这一年 只是佛经过来了 我们知道佛教里面 有所谓的佛法僧 三宝站有个说法 只是佛经来了 佛经来了 或者说佛无处不在的话 如果说是吧 有了佛也有了法 佛经是法 但是还没有僧 没有僧 还缺一宝 而明帝永平十年 公元六十七年 是吧 高僧也来到了中原 所以说这一刻可以说 佛教就完整地 进入了中原 当然对于佛教 何时传入中原的 在这个学术史上 还有争议 还有争议 不过大致人们认可 这两个时间点 所以呢 现在人们一般 做出这样一种 比较综合性的一种说法 那就佛教到底什么时候 传入中国的 就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就是两汉之际 西汉末 东汉初 两汉之际 公元一世纪时 传入中国的 这样一个大致的时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是佛教 传入中国的方式和时间